聽到在演藝圈盛傳多年的一個 匡妙的故事 她這個故事好像聽說 埋藏了二十幾年的故事 真的耶 我先講那時候 我才二十二十五六歲 就涉世未生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我交了一個女朋友 再起已經快要兩年了 因為我太年輕了 想說再起兩年了 有同居在一起 她想說還是想多看一點 多晚一點 所以想說跟她分手好了 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適合分手好 結果我想說就這樣子 就沒想到她聽了一下 她過一會兒突然就說 你怎麼選在這時候跟我分手 吃飯就是在這時候不好嗎 她就突然講 讓我到現在就覺得很驚訝 她說 然後我就整個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覺得 你是哪一樣的國際間諜 是那種會殺人的嗎 她說 你如果覺得這世界上 沒有國際間諜的話 你就太天真了 她說因為我非常愛你 然後這幾年在一起 我決定脫離我的組織 我脫離這個組織 我必須要簽下一個合約 我要進行腦部的手術 還有催眠的手術 等到我忘記了組織的存在 我為了這一切 我就要動手術了 你這時候跟我分手 你會不會太無情 你跟她講說 國外都是一隻這樣叫你打開眼睛 然後就這樣消滅記憶 我那時候筷子拿一半 真的還假 我說 你還去動什麼手術 她說我要去動腦部手術 她說這樣子好不好 你先不要跟我提分手 因為我過一陣子就要動手術了 這個手術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也許你再也看不到我 可是兩年內 這個女的沒有奇怪的地方 沒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她沒有忽然間聯絡不到或不見 都沒有 她只不過沒有父母親 她父母親都不在了 那真的有可能 因為間諜父母親通常都不在 但是間諜有說你會找不到人 她有多肉嗎 她最初組織啊 她非常正 你看我們一局相信 所以接下來後來我就想 好吧那就算了 那我就不停這個事情 我想就走著看好了 結果接下來她真的就消失不見了 打電話聯絡不到這個人 打到她公司裡 同事也不知道她去哪裡 她家也沒人接 到第七天我就覺得 我心裡真的覺得毛毛 我覺得她是真的去動手術 怎麼會聯絡不到這個人 而且不管怎樣 第七天都要回來 對 反正就是大概第七天的 凌晨兩點多 我就想起 快 回來了 真的 一個認不出的號碼 我當下就覺得 可能是她 你知道嗎 接起來 就聽那個很微弱女生的聲音 說 喂 你是Jacko嗎 我一聽就知道是她 我說 我是啊 你在哪裡 她說 我現在在仁愛路 應該是仁愛路圓環 你可以來接我嗎 我說怎麼了 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可是我的筆記本上面 有你的名字和你的電話號 真的 我知道我要聯絡你 我心裡想說 她真的在跟我演說 她去動手術這一招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先去接妳 我就要親眼看看 她到底是不是有戴什麼繃帶 還是怎麼回事 對 有沒有手術的 至少跟她對峙一下 那我現在來接妳 不要動 你就在仁愛人家等我 凌晨兩點多她能去哪裡 我就掛電話 我就開車出門 開車在路途上 我就接到另外一通電話 一接起來 就是個變音的人 喂 你是加勾嗎 然後我就說 是 你是誰 她就跟我說 她是這個女生的 她是同樣組織的人 她是這個女生的 腦部的組織醫師 然後他們現在幫她要進行 安排了進行催眠手術 所以我去找到她的話 不要亂說話 不要刺激她 如果說我破壞她們這個手術 和她的這個催眠的工程的話 這組織不會對我怎麼樣 可是她個人會把我殺掉 她有幫我 她說 喂 你是誰 她電話在掛 我剛剛百分之三十星 我現在百分之四十星 好可怕喔 有一點呆掉了 還有這種怪事 然後我就看 有一個女兒看沒有什麼人 就看一人站那邊 一個女生站那邊 我就開過去我想說 我開到旁邊去看她認得出 認不出我來 我就開過去 她就一臉這樣茫然這樣 看著我車這樣開過去 完全沒有注視我這樣 我覺得她真的不認得我嗎 再開一次 然後我把窗戶咬下來 喂 哈囉 她說 加口嗎 還在眼裡 我說對 妳進來 上車 妳在幹什麼 她就上車 然後整個動作都很小心翼翼 這樣上車 然後坐在那邊 我說妳還好吧 沒事吧 然後我就 因為剛剛被威脅過 妳知道嗎 我就不太敢問她什麼 就是旁敲側擊 說妳最近去哪裡了 我現在要送妳去哪 等一下 對 沒看到 所以我就問她 所以你看到她是正常 沒有紗布也沒有什麼 我說那妳頭會不會 我看一下妳頭髮有沒有剪短 什麼的 問東問西的你知道嗎 然後直到我問她說 妳家那個社區 她突然之間 我頭好痛喔 妳不要再問我 我不要再問我 我說帶她回家 這個事就算了 然後這中間 常常就有這種便衣人 打電話給我 喂 加勾 然後她都知道我今天去哪 譬如說妳今天去的 金石糖書店 3點30分日受 有曾經妳跟她在一起的同時 這個便衣的人打給妳嗎 沒有 所以會不會是妳女朋友自己 所以我後來覺得是這樣 然後anyway 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覺得是太誇張了 你知道 我就跟那女生 我說我現在不管妳是 動了手術了 妳還是什麼手術 還是妳要脫離妳的手術 什麼組織 沒關係妳不要再講了 反正我跟你就是分手定 我沒有辦法再這樣照顧下巨人 我沒有辦法再忍受 這些便衣人打 什麼便衣人 我掛電話 你知道嗎 我掛電話沒多久 大概半小時 快一小時就電話又響起來 我就覺得又是那個人打 一打 喂 加勾 怎樣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便衣好不好 可以 她說 我們監測到 這個女生的老婆 非常不正常現在 妳是不是跟她說了什麼 不穩定 對 不穩定 妳是不是跟她說了什麼 我說我跟她說什麼 該妳什麼事 我說過我出去 她說妳不要這樣子 她用便衣聲她說 我們覺得她現在可能在自殺 如果你不敢去處理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跟你會沒完沒了 我們整個組織都會跟你沒完沒了 我想自殺 這真的還假的 敲門 沒有人接 我心裡一狠 我打消防局 我唯 消防局 聽到他們有人自殺 對 在哪裡 現在有人自殺 妳趕快派人過來 消防局一來 就直接把門踹開 妳知道 就衝進去 那門一開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女朋友躺在客廳 然後地上有一瓶藥 然後藥灑了一地 你知道 說實在那一秒鐘 我就呆掉了 然後大家從我旁邊這樣 往前面這樣衝 你知道 消防人員 什麼救護人員 好像那個慢動作一樣 就呆掉 我真的自殺 那邊也是真的 真的呆掉了 你知道嗎 過一會兒 那小管急救人員 就過來跟我講 他講現在 我說怎麼樣 他情況怎麼樣 他應該沒什麼事 我說 那沒事為什麼不起來呢 對啊 我說什麼叫他不願意起來 我這麼說吧 他不想要起來 他立即是說他們去檢查 你根本就孕個笑耶 他就是演的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覺得他脈搏也沒事 呼吸也正常 拍他什麼瞳孔都沒事 就是不起來而已 然後他們一走 門柴一關 那個女的就跟那個 金剛狼一樣 就跳起來 然後整個說 你讓我太丟臉了 然後就衝過來那個爪子 抓你知道 就打我幹嘛的 你知道嗎 然後說我現在 然後他大叫說 我現在就死給你看 然後就拿頭去撞地板 反正這個事就發生 我就覺得 我太受不了了 然後這個是過幾天 以後就冷靜下來幾天 以後我就 這一次我就不生不息 就跟他分手 不給他電話 就不給他臉 讓他找不到我 你知道嗎 過兩個禮拜 過兩個禮拜 他到我家來敲門 敲門 然後我一開門 他就拿了一個 那個醫院的單子給我說 他說 我要跟你講 我剛剛花招真的很多 你懷孕了 那你脫離組織了沒有 他說 什麼組織 那個變異的人是你 你到底說什麼 你這樣 試試看 他就整個就 沒關係 我只想跟你講 這我常見 我真的懷孕 我一看 真的是怨 但你們中間有發生什麼嗎 當然他回來以後 終於有發生一些關係 可是這 我記得這隔了一陣子 然後他說他真的懷孕 醫院的那個證明也是想 有他名字 他名字是真的 可是我真的被他搞的是 每天接到那個便衣人電話 然後每天搞的 我真的是受不了 說好 恭喜你懷孕了 我們再聯絡 把電話 我就把門關了 也不跟他聯絡 我想說算了 我不想理這件事 不想再看了 中間那個便衣人也會打電話過來 可是我就再也不接 他也常常會來敲門 你跟我說他又產檢 然後會吐 會什麼樣不舒服 肚子真的越來越大 我心理壓力也非常大 然後有一天他真的生產 肚子還越來越大 他真的懷孕 真的懷孕 他真的去生產 懷了組織的孩子 懷了組織的孩子 他又生產了 對 然後我整個就快崩潰 我說 我知道打電話 給我的好朋友艾利克斯 我說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 你到醫院去幫我看一下 你幫我看一下 因為這個生出來的孩子 到底長不像不像 你叫艾利克斯去看小孩 我也只能相信他 結果到學 結果驗出來是艾利克斯 結果到醫院小孩子 哭的聲音是 艾利克斯到醫院去過一會 那晚上我真的忐忑不安 然後他打電話 恭喜你 我說恭喜個屁 你到底快說 到底長得像不像我 恭喜你 長得一點都不像你 你確定 就金毛的 藍眼睛 怎麼會像你呢 你又是外國人 真的還假的 他說而且現場有個外國老公 在那邊 真的 那應該是組織的 對 組織的廢後 有一天他就 我又碰到他 過了好幾年 小孩也長大兩三歲 我又碰到他 在一個不知名的場合 我就跟他說 怎麼樣 你現在還要跟我講 你是組織的嗎 你還 這孩子還是我的嗎 我看這孩子 是一個混血兒 他說你還是不相信 這個國外的見諜 你就太天真了 我為了你脫離這個組織 催眠手術失敗不說 而且組織還安排一個 外國老公給我 監視我一輩子 我還為了這樣 跟這個外國老公 生一個孩子 然後我整個就這樣 不要再聯絡了 他到最後 這個戲還是繼續演下去 對 你後來還有遇到組織的人嗎 沒有 但是有很多無聊的人 打電話給我說我是組織的 不要再打給我的阿里克斯 不要再call我了 太好笑了 很累 其實他後面講故事的壓力應該很大 真的 就想要講 我在想我要不要跳過 因為 他的其實也蠻精神的 我的其實也蠻精神的 好笑 好笑